动漫迷竟然和他最爱的动画人物的抱枕结婚? 究竟他是在想什么呢?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PowPow 又到了网络补血站的时间啦 一个住在日本的韩国人 自从小看了动画《魔法少女》内叶之后 就深深爱上了其中一个角色,菲特 他将自己八成的积蓄,拿来买菲特的产品 全套漫画和DVD他存在不得 博士还收集了大量的公仔,T恤,各式各样的周边 连床都以菲特做主题 这位扎扎平时最喜欢做的 就是不顾旁人的眼光带着他的菲特抱枕周围玩 不单只会抱着他去公园 连去餐厅都会叫多一份餐给菲特 他们还常去游乐场玩机动游戏 当然门票都要买Double 他很自豪地表示,这样是表达对菲特的爱的一种方式 做到这样才能感受到与菲特相亲相爱的感觉 虽然动画首播至今已经过了很多年 但他对菲特的爱不单无减退 还与菲特抱枕举行了婚礼 在神迹人员的主持之下 菲特抱枕披上了华丽的白色婚纱 在被抱住的状态之下报入礼堂 举行了一场令人震惊的结婚仪式 事后这位动漫迷还很开心地说 以后就可以与菲特与夫妻相亲了 在日本疯狂的泽泽有点止一位 Twitter上还有另一个动漫迷 不单声称与偶像大师灰姑娘中的角色 露泽民香结了婚 还当他真人地为老婆吃饭,帮老婆蓋屁 更加震惊的是,他说老婆帮他生了个BB 令到周围围观的网民都非常不安 幸好他最后铺出来的是一只鸡蛋 Papa也是刚才知道原来抱枕是卵山的 虽然Papa都喜欢看动画 但就绝对做不出那么痴情的行为 不过我觉得他们可以不顾其他人的目光 沉醉在自己的美梦之中 换一个角度来看,都是很令人佩服的一件事 但同样都是动漫迷的Papa女朋友就表示 和动漫人物结婚,即是破坏了那个人物的人切 抹杀了他在作品里面的经历 所以这样做是并不正确的 不知道各位观众又是否认同我女朋友的说法呢? 你们喜欢的动漫角色又是谁? 想不想和他结婚呢? 请在留言告诉我吧! 今集就说到这里 下一集会继续带给大家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和给个like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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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